这是一起号称南京最凶残最难破的刑事案件 医学院女学生被人暴力强奸 事后更是被抛制于印井中溺亡 期间凶手留下大量线索 原本以为很快就能将其绳制与法 可警方抓到他整整用了28年 从92年一直到退休 那么这个案件一直是我们十分要遗憾的一个事情 当年在南京影响十分重大 几代人都在努力破这么一个案子 是我们行政人的一个心结 时间1992年3月24日 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医学院 下午17点35分 当地公安局接到报警 声称在南京医学院发生了命案 很快行政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第四面环楼 中间有一个小院楼 里面有锻炼身体的体育设备 以及靠着墙边的花坛 而就是在花坛的印井中 警方发现死者 通过法医的初步勘察 死者为女性 头部有顿气击打的痕迹 且有被侵害的迹象 尸体下身赤裸 头部向下脚部向上的被人塞进印井中 经学校师生辨认 死者正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失踪人 小林 今年22岁 江苏无锡人 曾是医学院88级学生 与此同时 警方还在旁边的印井中找到了死者的下身衣物以及其他随身物品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生前受到了非人折磨 而且凶手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南京之前从未发生如此重大案件 警方立即成立三二四专案组 是要尽快破案 还死者清白 还社会安宁 警方兵分夺路 一路侦察员对小林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一路侦察员对现场进行勘察 据了解 小林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学生 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毕业后肯定是一名好医生 面对小林的突然死亡 同学和老师们都无法接受 更像是一道晴天霹雳 由于走访调查并不能得到什么有效线索 侦察员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现场勘察 希望在这里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 在技术人员对案发现场做了更详细的勘察后 他们在现场周边发现了一些足迹 通过对其辨认分析 警方很快确定这些足迹是一名男子负重前行是留下 极有可能是凶手处理小林是留下的 同时警方还在通往案发现场的楼道处发现了血迹 难道案发第一现场就在附近 可为何没人察觉呢 小林生前的最后时刻又发生了什么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对小林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进行了询问 据同学回忆 1992年3月20日正好是周五 小林打算在教室自习后 晚点回无锡看望下家人 所以当天晚上 即使小林没回寝室就根本没在意 直到下周一的到来 小林还是不见踪迹 觉察到不对的同学就与小林家人取得联系 可发现小林周末根本没回家 这是大家才意识的 小林可能已经失踪了三天 学校开始组织大量人手去找 小林要去的每个地方都去寻找 甚至连教室的天花板都去找过 可还是没找到 直到保安在走道中发现一把雨伞 循迹在印井中发现了小林尸体 通过后期法医的检测 小林具体的死亡时间是1992年3月20日的22时到24时 具体死亡原因是溺水而亡 也就是说小林生前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钝器砸晕后 受到了暴力侵害 最后凶手害怕事情暴露 因而把小林丢弃到印井中 而失去反抗能力的小林却被熏井中的水火火淹死 凶手逃跑的时候 还不忘把小林的衣物书包掩藏在另外一个熏井中 并用周边的沙子对案发现场的血迹进行掩盖 凶手的犯罪行为令人发指 同时也说明凶手心思缜密 对案发现场极为熟悉 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经过前期的现场勘查 警方确定了案件性质 以及凶手的DNA信息和足迹 接下来 警方就要以这些线索对凶手进行寻找和抓捕 就在这时 案发时间值班的保安给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在当天晚上 他们在教室内进行巡查时 发现一个男子在卫生间洗手洗脸 当询问他在那做什么的时候 该男子神情仓促 撒腿就跑 万幸的是 保安当时看到了该男子的相貌 通过保安的回忆 手绘专家很快就画出可疑男的模拟画像 那此人会是迫害小林的凶手吗 随后 警方印制了大量协查通告 将可疑男的画像印制在上面 希望通过群众的力量找到这名可疑男 最后再以现场提取的DNA信息进行排除 原本以为这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接连几个月却没一点讯息 一次次的无功而返 一回回的线索归零 无不给专案组的每位民警泼冷水 面对警方长时间不能破案 群众也发出质疑的声音 学生也在反应 我们的大学生在校园内晚自习生命都没有得到保障 对我们南京的治安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压力越大动力就越大 截止到1993年年底 南京警方一共核实了13000多条线索排除了300多可疑男 这期间也有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进入警方事业中 在南京的一家机器厂中 有一个叫郝某的男子 曾经因为流氓问题被处理过 同时他的女朋友也是医学院的学生 两人一起租住在医学院的对面 而且在案发当晚 郝某还去过学校 有前科 熟悉环境 甚至连年龄身高都与现场找到的足迹吻合 很快 警方找到了郝某 可通过长时间的审讯 郝某仍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只有证据才能让每位犯罪嫌疑人遁形 警方采集了郝某的DNA信息 当时由于技术手段不完善 技术人员只能一段一段地进行比对 在前两段 警方发现郝某的DNA与犯罪嫌疑人的DNA高度吻合 以为这起案件就此侦破之时 技术人员传来消息 郝某后续的DNA信息与目标DNA比对不上 这说明郝某并不是犯罪嫌疑人 这条线索的排除 案件又一次回到了原点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 社会在快速发展 南京当地涌来了各式各样的打工人 社会治安问题也日益增多 各种疑难杂案也变得越来越多 南京警方并不能将所有精力放在一起案件中 他们只好把一些精力转移到其他案件中 留下少部分人对三二四案件进行侦破 案件无法侦破 死者无法得到清白 家属无法释怀 每年的三月二十日 小林的父母都会从无锡来到南京 在医学院祭奠自己的女儿 然后就去公安局询问案件的侦破情况 而这一习惯让小林的父母保持了二十多年 我联系接待了以后感觉二十年 心理压力比较大 案件没突破 转眼间 28年过去了 警方再一次又一次的排查后 还是无功而返 案件成了悬案 直到2020年 公安部启动了原件2020行动 此次行动针对之前的悬案 要求各地使用最新技术来侦破案件 其中三二四是重点侦破对象 南京警方重启三二四专案组 虽然之前侦办此案的警察都已退休 但当时的案综都还保留着 西一带的专案成员对案情重新梳理 并制成电子档 力争不放过其中的任何细节 同时召集当时负责侦办此案的民警 希望他们回忆当时有哪些线索没有求实 然而这起案件一开始就只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DNA信息 以及脚印 警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进一步调查 之前的案发现场现在已经成为南京医科大学 再次从案发现场出发完全是不可行 警方只好一边把犯罪嫌疑人的DNA上传到数据库 一边对仅有的线索进行排查走法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0年2月20日 一组新的DNA数据让技术人员眼前一亮 系统显示这组DNA与324的嫌疑人DNA数据相似 得此消息 技术人员甚至开心 立即应用全新技术进行核实 再一次又一次的比对后 他们确定这对来自江苏徐州的DNA数据主人 正是警方苦苦寻找的324专案的犯罪嫌疑人 可由于当时口罩原因 南京警方并不能马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那段时间 他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害怕嫌疑人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跑了 在多方努力下 2月23日 警方来到了犯罪嫌疑人马某的家 并将其抓获 导案后的马某很快就承认是自己杀害小林的事实 当询问马某这28年就不知道警方在一直寻找她事 马某却说自己很少看报纸 也从未和自己的家人说起此时 虽然作案时的她只有20多岁 但现在的她已经成家立业 甚至自己的孙子孙女都快有 直到现在 马某的妻子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枕边人正是轰动南京的强奸杀人案凶手 一直营绕着警方28年的杀人动机 在马某的落网后 也终于水落石出 据马某供述 她自己平时有饭后散步的习惯 在案发当晚 在家吃完饭还喝了点酒的她 就来到医学院散步 期间就看到了正在教室学习的小林 见四下无人 马某就来到了小林身边 向她提出无理要求 小林肯定没有答应 并威胁要喊学校保安 被吓到的马某选择了离开 可她走着走着又觉得不甘心 此时正好在路边看到了一根铁棍 她就抄起那根铁棍回到了教室 用铁棍去威胁小林 可这次 小林还是拒绝了马某的无理要求 恼羞成怒的马某 趁小林不注意 直接用铁棍罩着头部击打下去 瞬间失去抵抗能力的小林 被马某拖拽到了一个阴暗角落 期间 小林试着再次反抗 可最终招来了更为凶残的毒打 见小林没有再反抗 马某对她实施了犯罪行为 之后慌乱地逃离现场 但跑着跑着又想到 这样会很快暴露自己的行为 又立马回到了案发现场 将小林背着扔到了花坛边的印井中 最后再把作案现场进行处理下 由于当时下着雨 整个过程根本没人看到 事后的马某来到卫生间进行清洗 正好被巡查的保安看到 做贼心虚地她连忙挣脱 最后翻墙逃离了学校 之后的28年里 她努力让自己向正常人生活 即使当时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她也不和他人讨论这件事 原本以为自己能相安无事地度过余生 可她没想到的是 正义永不缺席 只是会迟到而已 最终马某因自己的行为 会得到一颗免费的花生米 而死者家属和三二四专案组因 马某的导案 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下 我要感谢南京市公安局 严正严 这次把那个凶手 28年把这个凶手扎来了 这次把这个凶手扎放下来 这次把这个凶手扎放下来